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北 今天吃什么?小北来解决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比较简单的家常菜 甘炸小和虾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好,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准备开始操作 首先我们准备8两小和虾 加入少许的盐和鸡精调味 再放一些料酒 拌匀后,准备拍粉 每次下玉米淀粉要少量的下 不要一时间下肚 少量下之后,给它拌匀 最好分3-4次,把淀粉挂匀 制作文化 开盐 然后,点火,烧油 油盆生着6分钟 一直下锅 夹的时候不要着急,慢慢打下,感觉路边也一圈一圈,慢慢地起 第一锅大约炸20秒钟,炸定型之后,倒出 第一锅,炸第二锅 复杂的时候,油温升至七成的,开始进行复杂 复杂大约20秒钟,即使出波动 炸四周六四周、大约夕杂大约五周 炸二周五三周 炸三周六周 炸三周 炸三周 炸四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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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这样一份酥脆的干扎小鹅虾就做完了 我们来尝尝它的味道 非常的酥脆 这种小鹅虾的肉质特别的好 配有这么简单的杂质 简直又是绝派 割就绝派 下口动就直接吃 看不清楚 小伙伴们你们学会了吗 记得点中观众家评论咯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